站在时代的渡口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是何建民 我是杨兴宏 今天为您介绍这本书 人类崛起 Mustle Planet 就是在探讨 人类这种生物 是怎么样从地球上众多的物种当中 就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然后这些改变到最后呢 导致决定性的那种不一样 让人类变成万物之灵 然后呢 有别于其他不同物种的生物 这个时间点其实蛮重要的 提醒大家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 地球有45亿年 那生命起源是35亿年 这两个条件 最基本 要有地球 要有地球 不是地球的话 人也不可能变成这个 不只是人吧 很多很多生物都不会存在 都不会存在 那35亿年前 它开始有生命 就是我们上一本 上上一本吧 讲的那个 活在那些海边 有一点炎 那细胞之前 的DNA 就这样混同 在某一些热糖里头 DNA RNA 对 就这样 从那里开始 生命开始 35亿年前 那 走多久的时间 人的那个种子 才出现 整整34亿 4千万年 6千万年前 就是到了6千万年前 灵长类出现 才灵长类出现 所以从有那个看起来 还不像细胞的生命 开始 一直到 搞了34亿多年 搞了34亿 4千万年 4千万年不能动 因为4千万年 4千万年很长 对 所以呢 就是距离现在 6千万年前 灵长类出现 灵长类出现 这个在书本里面的 第17页的地方 有一个演化大事记 这个演化大事记 一定要先这样 简单走过 是 然后呢 接下来 灵长类出现之后呢 因为环境的不同 就是散步到 不同的地方 所以不同的 猴子的种类 慢慢的增加 还有人类 人类的种类 也慢慢的增加 又走了 快4千万年 3千 2千3百万年前 就是 这个是2千3百万年前的时候 人类跟猿类的种类增加 解出来 然后呢 到距离现在 700万到600万年前 这段时间 最早的人科动物 就是两只 一般叫双族 双族生物 出现在非洲 出现在非洲 其实在这本书的简介里面 有提到人科动物这件事情 他说 属于人科动物的重要特征 第一个是双族行走 双族行走 第二个是抓握的能力 就是前肢 我们的手 抓握的能力 还有工具制造 就是懂得制造工具了 还有就是脑容量变大 最后就是符号 象征的这种呈现 这些都是 人科动物的几个重要的特征 最早的人科动物出现在非洲 其实是在700万到600万年前 的时候 那这个是根据化石考古的证据 然后呢 再来第一只南方古猿 就是比较接近我们的 第一只南方古猿 是在420万年前 然后呢 可以找到 最早使用尖锐石器 进行切割的记录 这个是在340万年前 这个也是化石证据 科学家是在岩城里面 找到那种动物的骨头 发现这骨头上面 有被东西切割过的痕迹 而且那个切割很明显 不是那个什么东西造成的 就是有另外一个生物要吃它 那所以呢 就是用了工具去做切割 这个是340万年前 尖锐的石器 那判断起来是尖锐的石器 虽然在那附近没有找到石器 只找到那个骨头 但是因为骨头有被切割的痕迹 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记录 340万年前 然后在260万年前 一次很大的冰河石器开始 那事实上地球经过 反复经过多次的冰河石器 但是在哺乳类动物 开始在这个地球上面繁衍之后 那一次大的冰河石器 是在260万年前 然后再来就是 非洲草原上的动物 同样在260万年前 开始显著的增加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发现了最早的 制作石器的记录 那所谓早期的石器 是长什么样的东西呢 答案是拿两颗石头 互相撞击以后 它会破碎 产生破碎面 破碎了以后呢 有几片 有可能比较锐利的 就被拿来当工具了 那书里面描述 就是早期的这些 人类的祖先 会懂得 使用石器的祖先 他们是带着鵝卵石移动的 去到那个地方以后 才把那个鵝卵石拿来打破 变成工具 不是先打破 变成工具 随身带 没有 是扛着鵝卵石移动的 那显然 他们觉得说 这样子做 比较 比较有道理 但是我也不太懂 为什么这样会比较有道理 照理讲 带着那一片 因为带着那一片 不是比较近扣吗 而且可以带更远 可是他们是背着石块 就是考古学上面的证据 是这样子 这在260万年前 很多事情都在260万年前 头脑还不太够用 对 然后呢 早期人类的化石 就是很早期的人类的化石 250万 250万年前 然后第一个具有 现代身体比例的人属的成员 前面都是人科 对 到这里变人属 属 人属 的成员在非洲出现 是在190万到160万年前 然后人科动物首次离开非洲 是在180万年前左右 这要很多条件 这时候已经有了 一定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然后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办法生存 它才会迁徙那么远嘛 而且跑得远到全世界都有 最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 当时候的人科动物的population 太多了 太大了 然后呢 必须分散 对啊 分散 所以只好就是 不然都不够吃了 问题没够吃 只要走得逢的 然后呢 我们在化石里面找到第一个 刻意被打造出特定形状的石器 是在176万年前 这个是透过现代科学去 仪器测定 然后呢 说应该是在176万年前 特定形状的石器 前面都是不规则的 九桃弄九桃 然后最后就变成那个样子 就可以拿来用了嘛 但是一定要有特殊的形状的话 是在176万年前 然后直立人出现在亚洲 是在170万到160万年前 就是现在在亚洲能够找到直立人的 从非洲到亚洲了 的最古老的标本 搞不好以后考古学如果有更新的发现 那就不一定 不过现在大致上是 你一开非洲一直到亚洲 大致上大家都还承认 非洲是最原始的地方 所以你看 这一段距离10万年 对啊 离开非洲 是在180万年嘛 然后出现在亚洲 是170万年 所以10万年 10万年才走到 我们现在人类 人类号称历史叫做5000年 是 这10万年才走到 要走10万年 看是要走多久 有好几代 然后在欧洲出现第一个人属成员的化石 是在140万到120万年前 奇怪 走到亚洲比较近 有一些走得比较远 有一些走得比较远 其实不表示说 只是欧洲的那个化石还没被发现 应该是这么解释 否则非洲照理讲距离欧洲比较近 不过当时候的一百多万年前的气候不知道 或许那时候 欧洲不适合人类居住 然后亚洲才有办法生存下来 对 才比较热带 然后再回过头来跑去欧洲 对 有可能 就是因为那个时期 已经跟各位观众朋友讲过说 我们现在这本书里面 凭借的都是化石证据 有多少证据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一百七四十万年前 这个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人类前史 前段历史 再来我们就要去读它的后段历史 就跟现在比较近 跟现在越来越接近了 一百万年以内 七十九万年前 找到在火炉里面用火的最早的证据 但这一句话本身就有很多玄机 火炉里头用火 第一个要有火炉 第二个要有火 第三个要会用 要想到用火炉才能把火 留在那个地方搞起来 如果你已经会用火炉里面用火的话 你会用火会更早 对 只是没有留下证据 对 逻辑是这样 当然有一个逻辑是说 一开始知道有火 是天打雷批 天打雷批的时候造成火 就是现在其实也常常有 像什么加州大火 就是太干燥了 太多闪电 对 然后就打到树林就烧火 然后树本身又有油加粒 油加粒树又很多油 然后就起火 就烧起来 就烧起来 就烧 那那个时代很多动物 就在那 来不及逃跑 来不及逃跑 就变BBQ 对 然后还有一些水果 一些果实 是 平常吃不到 是 太高嘛 烧一烧就掉下来 哇 那个你看 烧过了以后 发现有不一样的结果 比较容易消化 所以火就变成是一个条件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种人种 叫做前人 就还不是人 但是已经很接近了 在欧洲出现 那个是78万年前 然后呢 接下来 海德堡人 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科的动物 叫做海德堡人 然后呢 遍布在旧世界 就是在非洲啊 在欧洲啊 在亚洲啊 都有出现 那是在60万年前 然后再来是 尼安德塔世系 在欧洲的最初证据 是在53万年前 大概是在距离现在53万年前 然后呢 再来就越来越接近现代了 非洲出现了刀 就是在非洲找到刀 那个是在50万年前 就是人类已经懂得制作刀了 然后呢 再来就是木制长矛 跟带柄的工具 这个就复杂了 越来越复杂了 做的工具越来越精巧 40万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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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发现说 那个时代的人科的动物 已经会做这种长矛了 然后再来 会开始盖房子了 对 在40万年到35万年前 然后再来是 最早的预制 时和的工具 就是预先可以做的 在30万到20万年前 然后最接近人类的智人 就是人类了 就是我们 Homo sapiens Homo sapiens 20万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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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出现在非洲 所以我们的祖先 真正我们的祖先 并没有很久 20万年前 20万年前 出现 好 20万年 然后呢 Master of the Planet 其实讲的是他们 这样是这一群 就是这一群智人 对 就是这20万年 然后他们出现了之后 地球就开始改变 对 剧烈的改变 然后前面19万5千年 改变不太大 前面6千万年 6千万年 你知道那个6千万年的意义 很有意思 因为那时候就是恐龙 不见了 恐龙不见了 哺乳类兴起 就是灵长类 哺乳类没错 你刚刚讲没错 哺乳类兴起 然后灵长类从中间 从中间 就变成适应了 那个星球 所以如果还有恐龙的话 没有那颗外面 撞进来的那颗 陨石 把恐龙 全部都灭了 变成石油 所以恐龙的灾难 是人类的 就变成是这样 所以如果没有 那个意外 可能这个历史 又不是这样 过去的化石历史 也不是这样 所以最早的人类 最接近现代的人类 叫智人 智人是20万年前的产物 对啊 然后智人 可是现在看起来 如果没有经过前面这一段 没有智人 是啊 他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 一步一步过来 就那六千万年 他有次第 有次第有逻辑 一直过 走到这二十万年 好 为您看的是 人类崛起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万岁道症候群 是临床上最常见的 周边神经病变 如果患者出现手麻的现象 最好快点接受医师诊疗 不要以为只是单纯的手麻 睡觉压迫 或者是扭伤的 因为早期诊断治疗 除了可以缓解发炎状况 还可以减低神经的永久受损 有一个检查方法 就是我们手掌弯曲成90度 靠在一起 一分钟以后 如果说没事 那就恭喜你 你不是万岁道症候群 但是一分钟以内 你感到拇指 食指跟中指会麻 你就可能是 万岁道症候群的患者 假如您确认诊断 是万岁道症候群 我们要看看 是不是因为甲状腺的问题 或者是内风支 关节炎的问题 或者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也就是通风的问题 或者是糖尿病的问题 你首先要把这些 慢性病控制好 再来我们就是 针对万岁道的症状 内科治疗就是吃药 另外其实很多人 会选择开刀 然后还有做护健 另外护健的时候 他可能会帮你设计一个护目 晚上睡觉的时候带 你就是依照当时的状况 跟医生咨询 寻求最适合你的方法 我们希望比较容易得到 万岁道症候群的 像做面包的师傅 美法师 电脑工程师 经常要搬应的工人 还有使用电动器系的这些人 他能够适当地 做一些伸展的动作 就是我们工作 大概40分钟 做一个万步的伸展动作 像这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然后放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这样重复做三次 大概就可以舒缓万步紧张的情形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何建民 我是安心 我们的节目是站在时代的渡口 现在人类站在一个很惊险的渡口 现在的时代 就是看到好多的混乱 好多的种种的想法 很多都是人自己制造 人自己制造的好多问题 对不对 可是回过头去看看我们的祖先 然后他是怎么来的 闭路然里 然后一路这样子披荆斩棘 从六千万年前 恐龙开始消失了 哺乳类开始起来了 找到机会 那那个也没有 一直变一直变 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有机会 那个时候他只是求生存而已 不知道就有机会 对啊 根本不知道吧 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他只是努力的活下来 一直到二十万年前 智人才出现 才出现 那时候比较有机会设计未来 那个时候也很难讲 因为比我们强的东西还很多 对对对 然后呢 接下来十万年前 如果你记不记得 我们读另外一本书的时候 这个智人几乎把 把别的动物都吃光了 对 把比他大的都吃光了 比他大的都吃光了 所以人类真的是一个奇怪的 对 在这个物种 在地球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 他也有从非洲起源 这个非洲真的是一个 很神秘的地方 每一种人科人属人种 每一个都从非洲开始 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 适应当地不同的条件 非洲一定有什么神秘的条件 然后最后 最后然后变成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语言 然后呢 被散布在世界各地 然后呢 就是不断的蔓延下去 大概智人走出来 非洲七万年前 对 就是七万年的时候 在哪里啊 在澳洲耶 那差不多六万年 就走到澳洲了 对 那到欧洲大概四万年 你看又来了 欧洲 好像往这边比较容易 对啊 非洲到 非洲到澳洲其实很远 对啊 要搞半天了 而且澳洲是一个岛耶 是 从非洲要去到澳洲 很难搞耶 要做独木舟耶 那个时代又没有气庭 不见得 它可能是在冰河 冰河时期 所以可以走过去 走过去 那也要走很久耶 中间也没饭吃耶 不知道有没有鞋子啊 对啊 一定没有吧 不然就是那个 一趟车走冰河 甜枝 那个 卡帝 卡帝很用 哪有可能 对 但是在澳洲发现的 第一个现代人类 是六万年前发现的 然后在欧洲看到 现代人类的画史 是在四万年前 现在考证的时候 是四万年前 但在欧洲出现的 这个现代人类 同时也伴随着 出现大量的艺术 还有符号 对 就开始蓬勃发展 这是这个作者写的 第一个前沿 就是那种可以画在墙壁上面的绘画 在西班牙跟法国的交界 就是蓬勃发展 然后呢 接下来 尼安德塔人跟直立人都灭绝 灭绝 这个把它记住 三万年前 就是跟我们是兄弟 都在人科的树底下 尼安德塔人 就是真的是人了 但是他就消失了 直立人也消失了 历史上有很多人说 他们是被那个 智人吃掉了 整个毁掉了 灭组 灭组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佛罗勒斯人灭绝 是在一万四千年 一万四千年 这也是一个特殊的人种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冰河时期结束 是在一万两千年 然后呢 人类开始进入农作时代 农耕时代 然后开始寻养动物 是在一万一千年前 对 就到了 就到了我们比较接近的 接近 比较接近我们的 现代的 是 那个历史 是 所以这是一个 大历史 我们看到这个大历史 正在怎么样 一步一步走到我们今天 这个是 其实是一段 蛮重要的 的过程 不过我在这里头 再提供另外一个 当然这本书没讲 特别有兴趣 就如果 因为我们讲的是 比较简单 比较快速说 35万年前 生命开始 35亿 35亿年前 生命 这个生命开始 45亿年前 地球 地球开始 出现 这样 那我们就马上跳到 六千万年 就是灵场类 中间其实 还是有一些故事 这些故事 应该是这样 韩武纪 六亿 三千五百万年前 六亿 三千五百万年 那个其实是一个标记 韩武纪 就是 差不多六亿多年前 到五亿 四千万年前 差不多五六亿年前 韩武纪 大爆炸 也就是说 生命虽然开始 可是大量的生命 出现在地球 在五六亿年前 这也是一个重要 mark 那当然就走过来 有奥陶纪 有滋留纪 有泥盆纪 有石探纪 这些都是地址的 那个年代 但是这些你 顾名思义 泥盆纪 石探纪 都是代表 当时候的地球 变动非常厉害 所以就 不停的有灭绝事件 所以 虽然有生命 可是生命可能 很脆弱 但是也活很久 因为那个 我们刚刚讲 韩武纪 是五亿四千万年前 那走到泥盆纪 这已经不晓 经过几次灭绝 那大概 这个 如果我们以石探纪来说 是差不多 三亿五千九百万年前 所以这中间 有波就是 差不多一亿多到两亿年 也很长 很长时间里 都经过好几次灭绝 就出现了 没有了 出现了 没有了 出现了 没有了 又出现了 又没有了 就这样 一直滚动 所以这个一直滚动到 差不多 这后面当然是 二叠纪 三叠纪 然后再来是 侏罗纪 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 因为有电影 因为电影 侏罗纪 侏罗纪 那侏罗纪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侏罗纪是两亿年前 那他当然是 他一亿四千五百万年前 然后再来就是 进入 白二纪的下一个 就是古晋 古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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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晋里头的古新市 是六千六百万年前 就是发生那个 撞击事件 六千六百万年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所以我现在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说 我们事实上 刚刚跳比较快 我们帮大家补充 就是五亿多年前 生命非常反复 然后经过 大概五亿年了 五亿年的时间 就到了这个 侏罗纪 大概是经过三亿年多 然后再往后 再经过了两亿年 也就是恐龙 其实健在 从侏罗纪 穿越白二纪 一直到白二纪的古新市 他灭绝的时候 他其实活在这个 地球上的时间 称霸 他叫做称霸 一亿十千万年 Master of Planet 那是霸王 所以我说 就是恐龙曾经 domain这个世界 一亿多年 曾经主导这个世界 比我们的世界还长 对 我们才二十万 我们现在从 从智人到现在才二十万 我们还会很早 我们非常年轻 我们非常非常年轻 我们讲这一段的历史的原因 就是说 比我们称霸的早的 称霸的久的 还多的是 可是他们因为没有语言 都是到最后是用化石证据 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 就这样 那当然走入这个以后 这个应该是叫做祭 但它其实是正在 显生咒底下的新生代 我们称的显生咒新生代 就是六千六百万年的 这个时间点 往目前推 这一个代里头 就总共有 从旧 旧时代到今天 总共经过古晋纪 新晋纪 第四纪 第四纪 现在我们在第四纪 那如果以试 试来算的话 记一下就是试 就是古新试 史新试 建新试 然后中新试 上新试 更新试 到现在是全新试 所以基本上 这里头又经过 二四六七个试 七个试 从六千六百万年前 一直走到现在 一万年前 一万年前 就是我们的全新试 所以我们刚刚是 用另外一个地址年代 再来把这个时间点 稍微分一下 一万年前 也就是冰河时期 刚刚结束 然后呢 最近一次 人类开始 开始就是进行了农耕 进行了畜牧 开始懂得怎么养动物 对 那 那个 我想帮大家读一下前言 前言 很精彩的 如果你望着黑猩猩的脸 深深看尽它的双眼 十之八九 你会出现很强烈 很复杂 而且暧昧不清的反应 或许 你在全盘考虑过后 会很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样 想要退缩 因为你在 原类的那种 受性跟野蛮 你发现你自己也有 也有这样的 受性跟野蛮 然后会让你想起 人类那种 既可怕 又压抑的 黑暗面 不过到今天 你更有可能在黑猩猩身上 找到某些比较正面的东西 你会明白 它们并不是 没能契及人类状态的失败品 相反的 它是能够让我们 瞥见过去 揭露人类 深层生物基础的 一线希望 而人类的深层 生物基础 正是我们现代文明 跟创造力的 最终根源所在 然后你的反应 其实是因为 你在黑猩猩的 两只眼睛里面 认出了自己 至于你看到的是 正面还是反面 完全看你自己 怎么想 黑猩猩的关系 我们把它跳接一下 这很有趣 那这一切都跟基因体有关 那基因体 其实是一个 非常固执的东西 它几千万年来 不肯改变的部分 还是没有改变过 当然它改变更多 它有渐变有突变 对 但是有一些没改变 那它说基因体的完美 它掩饰了一个 什么叫东西没坏 不要随便修 这个是基因体 基因体就是很固执 可以用就 堪用就用下去 倒不堪用好吧 它这样变 所以大部分 所以基因体很难解 那如果你自己瞎搞 至少麻烦 它就 就一个复杂的运作体系来说 大部分的随机改变 根本就不会成功 都没有了 所以只有那一种 最固执的 一直存在 那改变 遗传密码 风险太高 在环境里头 你不要随便改变 那这可以解释 那是自然演化 是啊 对 他也讲的是 自然演化的条件底下 是 但是人的发展 没有就比较聪明 没有说我们 人还是依循着 自然演化的逻辑 所以在 所以这些基因体 根深蒂固都很保守 很固执 那就解释 为什么有些生命里 看起来 虽然是截然不同 可是有非常相似 惊人的基因 那我们刚刚原来是讲说 总算拉了一个 比较近亲 叫做黑猩猩 99% 好 我们现在拉另外一个 人类跟香蕉 共享超过40%的基因 赶快 你终于找到了 我终于找到 我跟香蕉之间的关联了 我跟你讲 更可怕的是这一句 我老是觉得 我是跟香蕉 没关系 请继续说 他说还有一个 更怕人 更跟人类的 肤色 我们的颜色 皮肤的颜色 有关的那个基因 有高度关联 同时 那个那段基因 也控制了斑马鱼 侧身的暗色条纹 我们 跟斑马鱼一样 每个小只 还有那个条纹 它上面的那个色素基因 跟我们是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很神秘的过程 基因密码的排列组合 造成了那个 我们现在看到这么缤纷的这个世界 然后呢 种种不同的物种 人很特别 对 但是身上却有同样的基因 但是我们 虽然这么特别 可是我们身上很多基因并不特别 对 每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 其实基因算起来 差不多 蛮好的 我觉得还是当香蕉比较好 不用上脑筋读这么多书 香蕉没有在读书吗 不然不信 你就要香蕉读书给你听 但是为什么可以增进你的健康 难道他没有一点点脑袋挂 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如果想要有进补的效果 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蔬食的食材 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 豆干 豆腐 豆包 这些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 另外它是不含 完全不含胆固醇的 我觉得素食的补汤 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 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血脂肪 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温盛的食材 燕麦 然后糯米 那栗子 胡萝卜 山药 在吃进补的时候 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 第一个就是我们都需要 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 那第二个呢 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 第三点呢 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 是乌骨类的来源 那第四点呢 就是餐后呢 别忘了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个 食菇的栗子 乌骨的粥 冬天要吃粥比较软和 做法非常的简单 这里面的栗子呢 可以温暖你的脾胃 又促进我们的新型代谢 那我们就把这个芹菜呢 就是把它切出 然后呢 我们再把那些菇呢 就是切一下 好 我们先把这个姜汁 放进来 然后呢 菇就扁炒一下 好 我们就把水加进来就好了 这个栗子也加进来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饭也加进来 盖上锅盖的话 只要一煮滚起来 大概就三分钟就可以了 芹菜呢 是我们要吃的时候再加 那这一碗暖乎乎的粥品 来作为调养身体的进步盛品哦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跟香蕉的距离是40% 是 我们有40%精跟完全一样 对对对 然后跟黑猩猩 相似度是99% 就是DNA 差一差这么多 差一 跟香蕉也没差太多 奇怪的感觉 奇怪的感觉 那就是说经过演化的结果 然后呢 人类在这个世界上 开始改变这个地球的样貌 那回到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这本书就是要回到 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就是还没有人类之前 到底人这种生物 怎么来 怎么跑出来的 其实看起来 怎么演化来的 看起来根本就是很惊险 差点就没机会了 想起来 但更不用讲了 地球这个星球 还跟太阳之间产生这样的关系 还不止 它也非常惊险 很惊险 你站在人的角度看很惊险 你站在万物的角度看看 也很惊险 那也筋筋筋筋 对 这个排序 那个轨道的排序 如果差一个 换一下就完蛋了 就没有 也没有地球了 地球也结束 所以这些每一点点 刚刚好 都刚刚好 人生难得 这个太多条件 佛法难问 死身不像精神度 更像合身度死身 人生难得 就是因为人生这么难得 所以你要更珍惜 就是人类跟其他生物 真的是很不一样 我们懂得 我们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处理资讯的方式 可能就是因为资讯的处理 然后有文字的处理 然后智慧还可以承传 就因为有文字 因为有语言 所以很多知识可以被传承下来 就不是一颗脑袋 是好多颗脑袋 这样可以接在一起 而且可以跨世代接 然后互相出错 互相帮忙 其结果才有这样的书 去告诉我们 所以人类应该是 唯一的生物知道 这整个真相 包括宇宙怎么来 生命怎么开始 人从哪里来 所以我是讲说 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更有趣的是这些事情 如果再往前推一百年 都还是在讲深话 没有人能够告诉你这么多 这是最近一百年才有的事情 是 但是刚刚好 也就是最近这一百年 是我们对这个地球 破坏最大的一百年 最大的一百年 就是我们的科学能力提升了 破坏能力也是 但是随着这个能力提升 破坏的能力也提升了 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们对地球造成的毁坏 现在看起来是不可逆 就是已经到了 那个不可逆的边缘 然后可是我们还是觉得 没啥 没关系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故事 我们 但在他前眼里头 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的 就是这个 人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 他还是把它归纳出来 就是他认为 符号使用跟洞穴的艺术 那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 然后再来就是资讯的传递 变化莫测的演化 杨仙刚刚讲了一句话 是很对的 就是 那个 人类能够这样发展下来 其实是非常非常惊险的 很惊险 然后呢 那个书里面的作者讲了一段话 他说 你是 所有物种里面最聪明的成员 但是偏偏 在劣食者 伺服的环境里面 如果同时你也是跑得最慢的 那你的聪明可能就没什么价值 所以 人类就是这种 其实在很多物种里面比起来 它是最脆脆弱的一个物种 既没有锐利的爪牙 也没有过人的体力 都没有 都没有 那原来还是人家的食物 对 你根本就是被狩猎者 就是书里面的作者有提到 就是说在最早的时代里面 人 人 这个鼠 或者说更早一点的猿猴 很类似人类的猿猴 这个鼠 其实它在生物圈里面都是被狩猎者 不是狩猎者 其实人类一开始 我们在九眼的一次 有哪一本书 可能是哈罗里的书 就是Homo sapiens 那本书里头有摊到 它本来是在草原上一个 躲在一个暗处 看别的生物 吃完了 吃完了再偷偷上去 要等好几天 还有有的会制造一些声响 把那个生物骗走 然后赶快去刷一点 可是当那时候拿到的时候 都是腐坏的 所以人类其实在所有的 生物链 生物链里面 是属于scavenger 所谓青豆腐 就是基本上是减食 腐败食物的 食用者 的一种生物 它并不是吃新鲜的食物 它没有能力 所以一个 牙齿也没长得特别厉害 就是一个这样脆弱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种身体构造 再怎么想 它都不应该 就是到最后变成 master of planet 但是呢 结果偏偏就是 就是这个物种 到最后变成是 master of planet 那书里面 一开始在讲的 说那个基因 刚刚杨仙讲到基因 东西没坏 那就别修 对不对 你就让我想到 当时我们在做 那个电视台的数位化的时候 我们经常装起来 一台伺服器 装完以后 没多久 它就crash掉了 装完没多久 它就crash掉了 就坏掉了 然后呢 我们就很好奇 怎么回事呢 然后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就把那个厂商找来 请他解释 那厂商看了看 你的OS版本有改 我说对啊 因为原厂有释放升级程式 然后我一升级 你的系统就crash掉了 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讲说 你不知道吗 何先生 没事不要乱升级 就是这个 在还没有稳定的时候 不要乱修理 不要随便修理 没事不要乱修理 大概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刚才讲的时候 我笑得很开心 我就想到他跟我讲那句话 还有他讲话的表情 没事不要乱升级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点那个手机的时候 看到他邀请你要升级的时候 赶快闪过去 没有现在已经好太多了 现在真的已经好太多 不过现在手机每一次升级 还是会有一些 会有出现一些状况 现在的这些科技的厂商 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 有点把消费者当白老鼠 就是他的升级程式 写到一定的程度 他就先把他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以后 有一句台湾话 叫做 撞到有什么 撞到不走 反正他释出之后 你自然会告诉他 什么地方有问题 经由这种大量的测试 他等于是先释放 然后拿消费者的手机当测试 测试完了 他知道哪边有bug 他就赶快去修那些bug 用这种方式 不断的在改进 他自己的软体 所以我真的觉得 每次升级 应该厂商要付我们钱 原始人也是 原始人也是 可是他还是会升级 其实一直在升级 可是升级的过程都很痛苦 他并不是一种 很高兴的升级 他是非常痛苦中间 发现因为没有升级都死了 被逼着 被逼着往那条路上走 某种程度应该比较像是这个样子 而且大部分的时代 都活在荒野 没有任何保护 一直到一万年前 那个保护才开始 其实最早的那个就是农业时代 那个概念 之前就是hunter gather 就是采集 跟那个 我们刚刚在那个时间轴上面 跟大家报告说 那种猿猴 开始出现 其实大约是在六千万年前 那那个时候的非洲呢 就是慢慢慢慢慢慢 环境比较越来越稳定 那有就是一方面是恐龙不见了嘛 然后呢 环境更适合于 灵长类动物的出现 那那个 每次都开玩笑说 为什么 为什么灵长类动物 在那个环境底下 比较容易生存 因为它体积小啊 它需要的食物量少啊 恐龙是体积很大 吃光 它需要的食物量很大 在那种极端恶劣的条件底下 但是它这样也吃了一亿时间半年 那没办法 就是只有那种小东西才活得下来 太大的 需要很大的补充能量的 就不行了 那所以呢 那个时代在非洲大陆上面 是有大量的猴子 你讲到猴子 我曾经知道 差不多二十几年前 三十年前吧 做台湾猕猴的纪录片 所以那时候常常 当时我们观察台湾猕猴的那个纪录片 请问怎么观察 就去他 去山上 山上 在山上 他的七地 对 找到七地 然后建一个 伪装的帐篷 然后坐在里面 观察他 然后有摄影机 我们当时候是用十六厘米拍 拍下来 这样子 要等很久 等非常久 然后他出现 出现一下他又不见 我们找到的地方 就是原住民帮我们找到一些地方 是他经常觅食的地方 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头 经常觅食的地方 但去 他们走了以后我们也去 看看到底生下来什么 有一些荣素 没有 去看他吃什么 为什么他那么喜欢来 就找到一些果实拿出来吃 哇 甜的 好吃 有一些果树 吃起来很难吃的 他也在吃 那果子没有了 他吃叶子 就是各种 这种情况 那你有高位山胡椒 他有时候 在山胡椒上面 有长出一些小的果实 他还吃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去找 这些地方 然后找到了 就在那等他 那经常这个拍摄 都超过一年以上 从观察 他从他只有几只 然后变成很大群 有一群我记得 我们大概观察的 有超过四年的猴群 他变得非常大群了以后 就分裂 就分裂 就你可以差不多 从那里看到 人类那个早期的情况 那个他们的生活 非常简单 其实是吃完东西 以后睡觉 然后其他有一点时间 晒太阳 互相从身上 抓跳蚤 其实是吃盐 找盐 盐力 那个是比较重要 所以他会礼毛 他会帮他互相礼毛 他礼毛的时候 在吃什么 就是这样 他要留心 给你抓养 他从你身上 没错 也有一些小的生物 他也吃掉 蛋白质 不然你就吃盐 所以我在想 包括这个书里头说 提到的 那个人类的发展形式 其实食物是最核心的问题 没有食物了以后 比如说那个树 吃了差不多 他就不再来了 他不再来 他就换地方 那是猴王 比较厉害 就带着整群猴子 到处找东西吃 那小猴子就 吸在 母猴的身边 或是爬在上面 一路跑 那这中间当然 在墾丁的那一群猴子 算是 没有天敌 因为没有其他的动物 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生活很愉快 看起来他的活动半径 大概二三十公里 晃威 差不多那样的地方 那看这个书的时候 就一直会散出那个 当时你们拍的纪录片 拍纪录片 台湾米猴的纪录片 就我看到今天这个 这样的人类学的描述 比较原始的 的确要去看猴子 猴子的社会 其实就是早期人类的社会 但是 有趣的是 人类在这个时间点上 是什么机遇 什么样的突变 他完全甩开猴子的 因为猴子还是采集者 Hunter 还是Gather 而且猴子有尾巴 我们没有 对 还有一个 猴子吃东西都没有在搅的 就像他有那个 他有旁边有那个筛 然后有空就突一看 有空就突出来搅一搅 口香糖 所以他的猴子的口香糖 Gather是Gather在自己的 自己的嘴巴里面 嘴巴里头 但是人类 不是那么方便 人类的嘴巴 没有办法这样Gather 人类就 必须要 建了山洞 然后后来变了房子 把采集的 或是种出来的东西 藏起来 差别 就从这里就分开了 人类就下地 就不在树上 猴子都在树上 对 因为是安全的问题 因为在地上太危险了 其他生物 为什么 那个在上面的 也继续发展 结果是下地的 发展得更好 对 这就是 这就是机遇 他就是里头讲的机遇 是什么状况底下 人类发展 非得下来不可 而且下来以后 发生了什么事 对 这个其实到现在 当然是火的使用 还有炉子的使用 工具的使用 那地上当然是 如果它能够造成一种 人与人之间 的合作 这个合作是 猴子没有的 没有 没有办法合作 猴子很可怜 只有一只猴王 有所有的权利 妻妾成群 那年轻的工猴 如果要取得 交配的权利的话 必须打败 工猴 猴子有猴子的社会 猴子有猴子 合作的方法 他也有合作 他也有那种分工 因为书里面讲说 年轻的猴子要在外围 那幼小的要在中间 对不对 他有他的那种 社会化的那种方法 只是人类跟他们的演化 显然走了一条 截然不同的道路 所以人类崛起 一本很特殊的书 然后特别花时间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来介绍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 仔细的介绍 书里面的内容 那希望能够帮助 观众朋友 从这书里面呢 跟我们一样 学到更多的知识 好 那就下一次 同一时间再见 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